太子和齐王予刺杀儿臣 你怎么何处听到的 不是听到的 儿臣是亲身经历 他人派来杀手 刺杀儿臣 而平阳 为救儿臣 不幸被刺身亡 平阳已经死了 父皇 平阳他死的冤枉 曹之国极 曹之国极 请父皇 为平阳妹妹做主 太子派人加害于你 可有证据 儿臣没有证据 不过儿臣收到密报 他俩欲调动兵马 再次加害于我 调动兵马欲饮甚多 他不一定加害于你 只是你如进宫之鸟 见草木皆已为兵族 其实兄弟之间 应该不分彼此 和睦相处 别为一切小事 而各不相让 徒生受足之情 父皇 一直以来 儿臣并无半点 愧对兄弟 而他俩 却三番五次加害于我 儿臣此时此刻 性命危急 请父皇明察 世民呐 朕这几日精神欠价 待过几日 问过太子明外之后 再做定夺 你先回府休息去吧 是 父皇保重 还有什么事啊 父皇 儿臣今日只要踏出 这进宫一步 恐怕是再也见不到 父皇了 所以 儿臣想再次多看 父皇一眼 哎 纵然是兄弟不和 岂有骨肉相残之力啊 你既然如此惊恐 那你今晚上 就在宫里安静吧 谢父皇 太子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刚收到陶公公的密函 世民昨晚已入宫面见父皇 他倒先去告状了 并且昨晚他还在宫中杜宿 太子 为避免夜长梦多 当速战速决啊 不错 不管世民对父皇如何说三道四 我这回都不能让他再有半点翻身的机会 太子有个祭祀 我们赶快挑选梁府精兵 与皇宫前自北面玄武门杀入 直抵进宫 砍杀李世民 宫中杀他 又遇上父皇阻挠呢 那就只能神党杀神佛党杀佛了 谁敢做我 你速速去办 是 太子 太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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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杀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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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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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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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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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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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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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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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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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